在開始之前,請先去 www.loveainews.com 加入我們的會員,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到我們的團隊介紹頁面,就可以加入我們Coffee的會員 成為Coffee的會員,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每次錄影啊 就是我唸錯稿啊,搞笑的影片 我每次笑拜登,但是其實我唸得比他還要爛 好險,我不是各位的總統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訪問各個政治人物的原版影片 其實都是一個多小時的這個長度 只要每個月12塊以上的會員,就可以得到一個 免費的,正義的味道,馬克杯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擴張 AI News 成為一個真正的,可以報導更多保守派價值觀的頻道 未來我們還有野心,可以想要製作電影 或者是兒童節目,跟我們公司的名字一樣 Tedaka Studio 是可以傳播真正的,正義的價值觀 當然,我們現在主要的目的還是報新聞 所以各位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來我們的網站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我們三個人都是領低心靠信心的在維持這個頻道 幫我們的影片,點贊,留言,訂閱 記得要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可以一起改變這個時代 讓這個世界可以再度有嘗試 有正確而且正義的價值觀 華盛頓州立大學有一個超新的研究數字 超過42%的女性接種過疫苗之後 驚奇變得不準,甚至不穩定 但是這怎麼可能? 我們的專業的專家還有教授 甚至我們政府的說客跟媒體都告訴我們 這是不可能的 CDC NIH都說了 疫苗絕對不可能對於女人的驚奇造成任何的影響 這是一年多以前在Good Morning America的節目上 專家親自出來說 拜託你們不要再自己嚇自己了好嗎? 全部都是陰謀論 難道你們沒有看出來嗎? 我們現在轉到我們的 Dr. Jen Ashton who has some answers to some of your more pressing medical questions we'll start with the first one Dr. Jen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ccines and menstrual cycles? we've definitely talked about this we sure have you guys and this is really spreading like wildfire on social media with zero scientific or medical basis for this remember in medicine every time we talk about a study, a finding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we say?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ssociation and causation so yes women can get the vaccine and then experience changes in their menstrual cycle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one causes the other and in fact if you look at the biology of how these vaccines work there is zero hormonal interaction so please let's put that to rest yes this got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a school actually in Florida was telling teachers they cited this as a reason for not being vaccinated defy science this, this根本就違反科學啊 所以就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put that to rest 這個疫苗不但不會對於女人的驚奇造成影響 甚至是一個不可能 你在Facebook或者Twitter上面說 我的驚奇好像不穩欸 會被fact check po文會被刪除 甚至有可能賬號會被暫停 因為你在散播謠言 結果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有太多女人發現她們的驚奇 打完疫苗之後變得非常不穩定 不穩定到政府還有這些健康安全組織 必須正式的來看這件事情 我是Eth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今年1月的時候NIH 美國國家安全衛生局出了一個新的研究報告 上面說COVID-19疫苗跟部分驚奇分泌週期以及長度有關係 所以這個疫苗會造成驚奇不穩 從不可能陰謀論 起人憂天 神經病變成了小部分有關聯 有少數人口 然後你就不要再問了OK 打在這裡就好了 結果現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最新的研究數字證明 這個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42% 一開始的那篇文章說打完疫苗之後很多女人的月經會來超過一個星期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超過了當時在測試疫苗時候的觀察期 所以一個星期又幾天我們不知道 現在NIH跟媒體又出來說了 對 疫苗的確會導致驚奇延長 但是不會有長久的影響 當然這些公共安全人士沒有任何的證據 因為這個疫苗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年的時間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任何的長久研究跟長久觀察 所以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繼續相信那些天才、專家、博士、電視上的名嘴 他們說的這個疫苗非常好、非常完美 簡直就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 絕對會根治新冠肺炎 不可能再感染、不可能再傳播 也不可能改變人的生理機制 這個疫苗就跟耶穌的福音一樣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簡單的說就是這些從來沒有對過的人 或是你可以相信一群鐵公雞、陰謀論 一群社會的問題人士 一開始就認為說我們要小心、我們要注意 或許這些人沒有任何的醫師執照 或許沒有上主流媒體的這個公信力 但是目前他們講的東西都是對的 這個就是你目前的選擇 我要這邊再加強一點 我自己認為這個疫苗有問題的看法 當然現在只是個我自己的陰謀論 但是依照這個兩三年的規律看起來 現在的陰謀論大概到了七八個月之後 就全部都會變成事實 不過這是我自己還有我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沒有任何的數據跟研究 就是這一年我認識流產 而且是懷孕很後期 超過六個月之後 突然胎兒在肚子裡死掉 停止成長或是流產 孕期大量出血的比例 比之前高太多了 光在今年我就認識五對的夫妻他們都流產了 而且媽媽都打了疫苗 因為他們在醫院裡工作或是在學校裡工作 或者是看了台灣的洗腦政論節目 所以我還真不是說都是疫苗的問題 但是至少從我的角度看起來的話 還有目前左派不斷打電的情況看起來的話 疫苗出來一年半後 我反而更不相信這個疫苗 but that's just me 這個是個自由的國家 這也不是一個醫療建議 只是我自己的觀察而已 這個世界目前的有個方向 人開始對這些專家教授全部都失去信心 這些人都有個共通點 就是這些專家教授 他們都來自於名校 有特定的族群、家族 然後什麼都是什麼醫生、PhD 在這邊不是在說什麼 人民開始在抵制那些真正創造新的發明 還有新的產業的人 不是在說Steve Jobs或者是Elon Musk 這樣的人 真正用他們的產品改變世界的人 人民不是在抵制那個樣子的專家 人民開始抵制一群特定的人 那些自認為自己懂得比較多 自認為自己的IQ比較高 認為自己的這個道德價值觀 高過於普通正常人的認知的人 他們認為他們更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模式 只要所有的人都聽他們的指示 把政權還有管理的權利全部都交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好更完美的世界 而且他們認為他們是在為一個更高的世界價值觀而發聲 當我們把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的時候 一個自我認定的專家階級 就是崇高的學歷 但是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的這個思考模式 外加上一個自我認知高尚的價值觀 一個認為世界的方向都是錯的 傳統都是錯的 而且只有他們這群人控制政治 才可以改變世界方向的觀點 就會促成一個完全扭曲抹滅常識的文化大革命 而且這些專家的確已經控制整個西方世界快要30年了 從冷戰結束的時候就開始 冷戰的時候這些專家不會被質疑 因為整個西方世界有個共同敵人 就是蘇聯跟共產國際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當時的人民會常接受不太合理 而且違背西方自由社會思想的方向 冷戰過後30年 這個人民開始感覺被騙了 因為過去的30年我們被教育的是 那些專家還有教授是特別的 他們有著崇高的學歷 他們懂得比我們很多的地方 而且這些人都有另外一個特質 就是他們都不相信神 他們不被傳統的習俗跟常識捆綁 不管是家庭制度還是男女不同性愛自由 對他們來說都是過時的產物 這些專家跟教授是來這個地方賜給人自由的 所以人民應該把所有的事情交給他們 這包括外交、經濟、教育、環保 全部都交給他們專家就好了 他們就可以創造一個美好的自由的時代 結果原來這一切都是假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看見 而且所有的謊言全部浮上檯面 民主黨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的少數族裔 開始投票給共和黨 剛過的週末有一篇文章是在The Dispatch 他寫得非常棒 作者叫做David French 真正的把目前的貴族系統寫得非常徹底 因為這些貴族不只是把自己 認成專家這個頭銜擴大 而且他們還利用這個頭銜來創造一個 新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就是一個世俗的價值 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不相信任何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傳統跟習俗 因為他們這群人太聰明了 一切都可以用理性的思考來解決 簡單的說就是這些人認為他們比你更高級一等 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單詞 來形容自己的性別 他們看到了我們看不到的社會跟經濟問題 他們可以用一個高尚崭新的方式來解決 例如非法移民的問題 他上面舉的例子是2012的時候 當時歐巴馬的競選口號就是 Change yes we can 改變我們可以 這代表了我們要改變我們國家的制度 我們想要變得更先進 而且想要改變跟追求改變的人口 是在增長的 特別是在少數民族跟單身女性上面 另一方面 Mid Romney代表的就是人在銳減 這些白人、基督徒、已婚人士 這些人代表的是落後的父權主義 歐洲霸權的西方文化 當時的人認為說我們的文化在進步 要變得更多元、更世俗 我們相信科學跟數據超過於任何的信仰 但是這個應該是我們非常害怕的一個方向 只是我們當時不知道 沒人看到 因為在歷史上 任何一個政權使用種族 以及民族來建立的政權 都會促成壓迫、不穩定、甚至暴力 上面說 種族主義讓美國分裂了一次、打了一次內仗 但是我們卻愚蠢地認為 我們可以再度用種族來分裂美國人 來分類美國人 而且這一次會沒事 甚至會變得更好、變得更進步 現在民主黨跟共和黨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斷層 投票給民主黨的白人變得越來越多 投票給共和黨的少數族裔 特別是拉丁裔還有這個黑人 變得越來越多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除了經濟還有事實不斷地顯現出來 還有一個東西是不只是主流媒體 就連平常生活中都不太會被提起 甚至不能被提起的 就是宗教信仰 我們先把基督教信仰 還有聖經的價值觀放到一邊 當然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隨身帶著一堆十字架 讓所有的人看到我的價值觀跟方向 但是在這裡說的不只是基督徒 或者是基督教 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文明、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 全部都有宗教信仰的 他們的神不一定是耶穌 他們的最高法點或許不是聖經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相信 有個更高的智慧、更崇高的價值觀 我們必須要去遵守 而且我們活著是有目的的 有的宗教是相信我們活著是為了敬拜神 有的宗教是認為是為了下輩子 有的認為是要去其他星球當神 有的認為是不要被一個更高的智慧而處罰 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是相信 有一個比我們更高的智慧而存在 我們要做一個 合乎更高的智慧的人而生活 這個樣子的生活方式 不只是在美國 在全世界整個人類的歷史上 甚至現在的社會上也是佔多數的 但是民主黨看不到這一點 因為左派是不能接受宗教的 左派只能用理性跟人類的智慧來看這個世界 這個就叫做科學 也就是說科學就是他們的宗教 這篇文章David French使用了一個在2018年的 Pew Research的統計表 這是一個美國宗教信仰的統計數字 上面不是白人的民主黨人相信有神的比例 比白人的民主黨人認為沒有神的比例高出非常非常多 72%的共和黨白人相信聖經裡面的神 22%相信有其他的更高的智慧或者是能量 意思就是他們相信其他神 但是不是聖經裡面的那個神 剩下的5%的共和黨白人是不相信有神的 那些不是白人的共和黨人 這個數字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有5%的非白人的共和黨人 是不相信有任何神的 那當你看到非白人的民主黨人也是一樣 只有5%的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神的 但是白人的民主黨人裡面卻有21%的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神的 那這表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非白人的民主黨人對於信仰的看法 其實跟白人的共和黨人或是非白人的共和黨人差不多 而跟白人的民主黨人差的非常非常多 這就是一個很有指標性的統計數字 因為相信有神的人 在這裡我們就直接說就是聖經裡面的神好了 他們的思想會比較接近 他們的價值觀很多是共通的 或者是比較共通 他們或許會有什麼神的酷兒啊 愛同信念的教會啊 變性的人在教會裡面當主任牧師啊 但是這個相信聖經裡面的神是有共通點的 就是他們在某層面上的價值觀是可以互通的 而且有著同一本律法可以當作是彼此溝通的基礎 不管是在性別上婚姻上家庭上都可以透過討論來達到基本共識 也就是說相信聖經裡面的神是可以有基礎共識 而且可以有溝通管道的 不管我們對於政治是怎麼樣看 或者是對經濟的觀點有什麼不同 也就是說在民主黨內他們是會彼此打壓的 你在一個左派的公司裡面 就算你是個民主黨人你也投給了拜登 但是你相信神的話 你在這個公司裡面講God這個字是會被約談的 是會被開除的 God還有Jesus這些字是對他們來說是充滿攻擊性的 那這個圖表下方有一個更精細的統計 白人的共和黨人裡面 白人的共和黨人裡面 67%的人認為神是有大能的 充滿智慧的而且充滿愛的 非白人的共和黨人裡面有66%的人是認為神有大能 充滿智慧而且充滿愛 非白人的民主黨人裡面有64%的人認為神是充滿大能 充滿智慧充滿愛 但是白人的民主黨人裡面只有35%認為神是充滿大能 充滿智慧充滿愛 這個超過30%的差距 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代表那些 住在紐約的 洛杉磯的 還有華盛頓DC的 不相信有神以外 超過65%的人是認為 宗教是邪惡的 宗教是過時的 宗教是充滿了分裂 宗教是充滿了暴力 但是 現在就是這群人在電視上大聲的說 我們就是上流社會 我們應該要控制整個社會運作系統 我們比你都聰明 都比你先進 我們去過你沒去過的大學 我們有你沒有的文憑 另外一個就是 的確有一個世俗教會 這個機構叫做公立學校或者是大學 為什麼這是一個世俗的教會呢 因為這跟教會的運作模式 或者是一個邪教的運作模式一樣 你必須要把 不符合你教派的人全部抓出來 然後批斗 在這個邪教系統裡面 你必須要了解 而且重複那些 世俗邪教領導說的話 黑命貴發生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把一個 黑色正方形放在你的Facebook上面 如果你沒有放 你就是不在乎他們的理念 教育月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你的Facebook 改成這個大頭貼 改成什麼驕傲旗 六個顏色這個 舊的驕傲旗已經不行了 你一定要有包括什麼 有色人種的被壓迫 然後變性人 雙性人的旗幟才可以 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同性戀 你不想要被干擾都不行 你一定要加入他們的行列 才不會被批判 這個樣子的思想模式 跟全世界都脫節 也跟美國本土情況脫節 但是民主黨看不到這些 他們認為他們很聰明 他們可以掌控一切 一切只要聽他們的 就可以創造共產主義如托邦 天上人間 人間天堂 那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這些人的能力很強 做得很好 在他們的統治下 真的衝突變少了 經濟變好了 環境變好了 治安變好了 他們指責我們這些人 就是說我們是神經病 陰謀論 信什麼神啊 讀什麼聖經啊 其實就是排外主義 恐同症 變性人恐懼症 這樣的話 還沒有人會有這麼多話可以說 或是可以批評 但是問題就是 在他們的統治下面 在他們這些精英 專家 教授 貴族的統治下面 每個地方只有變得更爛 沒有變得更好 更多神經病去學校開槍 總統的家人 吸毒 嫖妓 亂倫 還有貪污 我們分不清楚 男人跟女人的不同 經濟 通貨膨脹 造成更多的人 沒有家 變成流浪漢 在國際上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 攻擊西方的理由 很多亞洲國家 非洲國家 中東國家認為 你們西方國家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 憑什麼批評我們國家的制度 我們中國人沒有自由 但是我們至少分得清楚男女啊 我們的經濟雖然被中共控制 但是至少沒有那麼多 非法移民跟流浪漢吧 我們的國家雖然沒有槍支 但是至少沒有神經病去學校開槍吧 我們看著你們的文化價值 你們的自殺率這麼高 然後你們30%的小孩 認為自己是個變性人 所以誰要你們這些腐敗又噁心的西方文化啊 還有一個就是 接受你們西方文化的國家 哪一個不是變得不男不女 認為兩個男的可以結婚是很驕傲的事 我們才不要變得跟你們美國人一樣了 至少我們這個樣子還正常一點 但是要知道的是 那些不是美國的文化 更不是基督教的文化 那些是少部分的掌權者 認為自己高過於神 高過於信仰 高過於歷史上面所有的智慧 他們會這個樣子認為 是因為他們想要創造一個貴族系統 認為他們比誰都聰明 所以這個世界都應該聽他們的 這就是為什麼 我這次認為保守派一定會有個大反擊 美國還是會去除這些左派變態思想 然後回歸正常 因為他們是少數人 只是他們很大聲很敢講而已 他們就是一群自大自滿自戀的心理變態 只是一群無知無能無恥的專家教授 神知道人的心裡有多噁心 知道人有多無恥 多麼容易貪污 多麼容易貪婪 耶利米書裡面說 人充滿了原罪、罪孽還有過犯 我們依靠我們自己做的事情 沒有一件會是神喜悅的 這個是在形容我們 而且也是在形容 我們在神的眼裡是什麼樣子 所以神賜給了我們四個系統 讓我們來控制我們的原罪 第一個就是 它把律法刻在了我們心裡 律法的武器就是良知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做壞事的時候就會良心不安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了 就算法律上面是合法的 我們也知道不應該去做 例如像家中這個地方 盜竊949塊以下 就算是清罪不會被關 但是我們就是不會願意去做 第二個就是家庭 父母要來教導孩子 而且帶領孩子 把律法還有誡命放在孩子的生命裡 教導孩子 為什麼他們要做符合他們心中律法的事情 而不是放縱自己當成一個動物 家庭的武器就是 杖、權杖 一個父母的權杖是可以管理小孩的 目的不是要傷害小孩 而是要讓小孩在成人之前就知道 做壞事是會被懲罰的 是會有痛苦的 第三個神賜給我們的就是政府 政府是一個社會系統 保護人 而且管理人不會彼此為了貪婪而殘殺 政府的武器在聖經上面是賤 這是一個可以殺死生命的武器 可以保護我們殺死壞人的武器 但是同時也是一個可以殺死好人的武器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基督徒一定要影響政府 因為如果人離開神而去 就可能會做殺人的事情 可能會做壞事 但是當政府離神而去 政府就會大量的殺人 建造集中營 大量的土害 而且做非常可怕的壞事 第四個神賜給我們的制度就是教會 教會是一個人可以認識律法 認識自己 讓自己可以得到自由的制度 這個制度的武器就是福音 福音是一個可以真正改變人的生命 讓人向善 讓人可以真正的得到快樂 跟自由 還有活著的目標 還有希望的一個武器 是一個可以賜下生命的武器 這四個剛好就是左派想要推翻的 他們想要推翻我們心中的律法 讓我們分不清楚男女 分不清楚對錯 推翻家庭 讓我們的小孩起來抵抗父母 推翻政府還有社會秩序 讓我們彼此攻擊 彼此憎恨 促成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最主要的就是毀滅教會 讓我們只能順從政府 沒辦法透過耶穌的福音 而得到真正的自由 跟耶穌一樣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阻止這些專家跟教授 還有社會經營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